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高中化学科 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单元是分子间作用力 凡德瓦尔利1 主讲 和平高中 刘士诚老师 首先我们来回忆一下我们过去所学的三种化学件 以及这三种化学件所形成的四种形态的物质 这三种化学件有金属件 它是由氧离子与电子海之间形成的库仑粒所形成的金属晶体 离子件由氧氧离子间的库仑粒所形成的离子晶体 供价件由原子核与共用电子对之间的库仑粒所形成 它可以形成网状的固体以及供价分子的物质 金属件所形成的金属晶体 离子件所形成的离子晶体 以及供价件所形成的网状固体均是巨大的粒子堆积 所以呢只能够用实验室来表示 只有供价分子物质会以分子的形式存在 所以才有分子四 在键能大小方面 离子件跟供价件的键能大约相等比金属件大 大概是它的三倍左右 一般金属件的键能在50到150千交而美末 而离子件跟供价件的键能大约落在150到400千交而美末 接下来我们用微观的模拟来看看这几种不同的化学件 这个是铜 上方是铜的原子的堆积 铜的氧离子对电子海的吸引形成了金属件 这个是氯化钠的离子堆积 氧离子、钠离子跟氰离子、氯离子互相间接形成离子件 这个是铅 这是铅的原子堆积 这是金属件的原子堆积 这个是氯化锂 氧离子、氯离子与因离子、氯离子形成的离子件 接下来呢 我们看这是实因SIO2 这是SIO2的微观模型 黄色的锡接了四个红色的氧原子 每一个氧原子又跟两个锡结合 形成了共架网状的物质 金属、离子以及共架网状物质 这三种物质都是由很多粒子所结合成的巨大分质 只能以实验室表示 所以当然没有分质间的作用力 那什么是分质间的作用力呢 以氯化氢以及氧气做例子 氯化氢的氯跟氢以共架件结合形成分质 氧原子间以双线形成氧的分质 当我们将温度降低时 氯化氢的部分 氯化氢彼此分质之间会互相的靠近 这个时候气体分质间会彼此的吸引 最后形成了液体 氧分质也有类似的情形 在温度降低时气体分质会彼此的吸引 那形成液态甚至固态的状态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共架分质物质除了原子 跟原子间的共架件之外 分子间还有什么样子的作用力呢 本单元的学期重点有三个 首先我们要讨论的是 什么是分子间的作用力 凡德瓦尔利 以及凡德瓦尔利的大小及形成的过程 第二个的部分 我们要说明凡德瓦尔利的分类 包括欧极欧极力 诱导欧极力 以及分散力 以及此三种作用力形成的原理 第三个部分 我们要说明影响凡德瓦尔利 大小的因素 包括分子的极性 分子量等等的因素 首先我们要说明什么是凡德瓦尔利 通常我们刚刚提到的 贡价分子物质分子间的作用力 统称为凡德瓦尔利 凡德瓦尔利能量大小 通常小于五千交二美墨 我们回忆一下 我们的金属件能 大概是五十到一百五十千交二美墨 仪式件贡价件 大概在一百五十到四百千交二美墨 也就是凡德瓦尔利的大小 大概是贡价件大小的百分之一 那凡德瓦尔利通常可以分为三种 首先看偶极偶极力 极性分子之间的作用力称为偶极偶极力 我们以极性分子 六化氢的分子为例子 两个带有极性的六化氢靠近时 它的负极会跟正极 互相有库仑的作用力 这个就叫做偶极偶极力 第二种是偶极诱导偶极力 偶极力就是极性分子 那么它会去感应非极性分子 就是诱导非极性分子 那产生的静电作用力 就称为偶极诱导偶极力 左边是极性分子水 右边是非极性分子氧气 当这两个分子彼此靠近的时候 水分子靠氧部分的负极呢 会去感应氧气 让靠近的氧的部分呢 产生正极 那这样正负极互相的吸引 这个就叫做偶极诱导偶极力 第三种凡德瓦利我们称为分散力 那我们请问非极性分子之间呢 有没有作用力呢 答案是有的 那这个力称为分散力 它的原理是将两个非极性的分子靠近了以后 那么因为电子云的互相的吸引排斥呢 会产生瞬间的极化 有一个瞬间极化的分子 在靠近另外一个分子的时候呢 又会形成瞬间的诱导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产生了一点点的库仑作用力 如果依照这个原理啊 我请问你啊 极性分子之间会不会产生分散力呢 那分散力影响的因素又有哪一些呢 感谢观看